评估投资活动呢 它的第二个方向 我们是来探讨固定资产的管理 而固定资产的管理呢 我们主要是来看公司长期性资产的使用 它可用来定义呢 公司长期性资产的投资 长期性资产的金额呢 它就等于长期性资产总额 减去不复习长期负债 而长期性资产呢 它通常包括厂房设备及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呢 则包括商议和其他资产 不复习的长期负债呢 则包括地人所得税 所以呢 营业用的资产金额呢 它是等于负债的金额 加上股东权益 也就是净资本 而公司在探讨长期性资产金额呢 它的效率的时候 我们可以衡量两个基本的比例分析 第一个呢 叫进长期性资产作转利 第二个呢 叫厂房设备作转利 所以呢 我们在进行评估投资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资产作转利来加以分析 我们在进行评估计会 我们在进行评估投资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在进行评估投资活动的时候呢 也拍摄什么 谢谢 我们在进行评估投资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在进行评估投资活动的时候呢